上次说完有向数和相反数 今次就轮到绝对值了 绝对值听名字有点混淆 名字就没说出究竟是什么 首先说绝对值的符号就是这样写的 对于一个数字 英文字母,代数,又或者expression 对于一条式,我们在左边加一栋,右边加一栋 代表是绝对值的意思 那它在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在一条数族上面 4在这里,在这个位置 在数族上面,4,距离,圆点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 距离就是看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距离就是4 那我们就会说 那我们就会说 4的绝对值就是4 那对于负4呢 那这次负4就在这里 负4距离,圆点的距离 同样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都是4 那负4呢 的绝对值呢 都是等于4了 你记住 这里讲的绝对值的意思就是距离 所以日后,无论就算在,例如,几毫 例如一点和一点之间的距离 那这些呢,全部都会用一个绝对值的表示方法 那因为距离呢,永远都没有负数的 你跟我说,一个负3的距离 那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 那你画不到出来,究竟负3距离有多大 那距离呢 最小是0 那0的最小是0 那所以0的绝对值呢 就是0了 那就是0,这一点和原点 0的距离差多远 那就是0了,距离最小是0 那这个就是有数族 当然我可以数给你看负4和0之间的距离 是1步,2步,3步,4步 那这里是4,距离是4 那如果我没有了这条数族,看不到的 这条数族,看不到的话 那要怎样做呢 那是一个数学少少的方法呢 当我知道这个expression 这一块东西 就是现在 间了线,负4的这个表达式 当我知道它是处于0点的左手边 的话 那我们 那我们 就会把这个绝对值 拆出来 变成 前面有一个符号 里面有一个括号 然后将这一条式 抄回去 例如这个case 就把这个负4抄回去 而最终得出来的答案呢 就会负负 就得正了 所以负4 和0点的距离 就是4了 要不训练 这条式 对 6 6